早安,欢迎收听和收看《孩子聆听》 今天我们来看提摩泰后书的第三章 这章保罗提醒提摩泰在末后会遇上的危险 好让提摩泰可以更刚强,忍耐的专心跟从主 在第五节说到,有近前的外貌,却背了近前的实意 这等人,你要躲开 什么是有近前的外貌,却背了近前的实意呢? 我们来看看旧约的巴兰 巴兰就是个只有近前外貌的人 他凡事都求问神,得神的许可,才敢说敢行 但是却背了近前的实意 他所行的并不像口里所说的那样 他向巴勒的石子卖弄近前 事实上他却在极力世纪陷害神的选民 这种口是心非的形式,正是只有属灵的外表 却没有敬畏神的心 其实近前的实意不只在乎我们的言语和外貌 也在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形式为人 我们是否有活出基督的样式 发出基督的心香之气 让人感觉到神的爱和神的同在呢? 在这边我们学习到不但要有近前的外貌 也要有敬畏神的心 发自内心的真诚 心灵诚实的敬拜神 你们也许会问 如何成为敬畏神的人呢? 在14到17节 看看保罗如何对提摩泰说 但你所学习的 所确信的 要存在心里 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 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与教训、督则、使人归正、教导人、学艺 都是有益的 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让我们也学习提摩泰 从小就学习 并且明白圣经 不单止这样 还必须把学习的都存在心里 我们不要如同一个没有底的水桶 一个没有底的水桶都不能存留水 就如所学习的都不能存留一样 小朋友 你们要把每天所学习到神的话语都存在心里 神的话语就如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会引领我们去到对的地方 我们要成为一个真理的战士 心中长存圣经真理的真道 随时被圣灵提醒 用作属灵的兵器 并且成为属神的人 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就如同一个工程师 必须把各种材料都预备齐全 才可以开始建筑一样 所以我们属神的人 应当以圣经做我们生活的标准 每天都做准备 这样我们就可以装备好自己 行各样的善事 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心灵诚实 敬拜祂的人 也预备好行各样的善事 愿神赐福给听到坏的人 谢谢大家